做了最近很流行的400次咖啡 然後我已經先把保養都上好了 晚一點會出門 所以我想要順便測平一下粉底液 因為我最近有點想要買這一罐 這一罐就是亞絲藍帶的粉底液 如果這一個粉底液好用的話 我就想說可以趁著檔期的時候購入 我之前已經用過一包這個試用包了 然後我自己用下來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不錯 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你的肌膚就是會有一點出油 然後出油後光澤跟那個粉底 就可以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它用量也不用用了很多 然後我現在自己這樣子看來就是 它也可以遮我的毛孔 上次拍保養品的時候好像就沒有 那種近看可以看到我眼下這邊都是有細紋的 所以我在上妝的時候我就是眼下的地方我不會上太厚重的粉底 最近就是都要帶口罩出門所以就想說要找一個比較厲害一點的那個粉底液 讓妝比較不容易脫妝 像這個一點點的小痘痘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遮得很好 遮瑕會用這一支 Charlotte Tilbury 我覺得它超難開的 就是我用了這一段時間之後我覺得它的遮瑕沒有想像中的好用 再加上它真的 這個真的實在是太難拔了 我要先上眼睛周圍的蜜粉 Flora Mercier的眼下蜜粉 我會怕其他的蜜粉就是太厚重 所以通常都會這樣子分開上 它的這個蜜粉真的是蠻輕薄的 定妝我會用這個Pony的蜜粉餅 400次咖啡我覺得非常的好玩 做起來就是很容易非常的好上手 只需要就是一匙的咖啡粉就好了 因為我看有些人會做兩匙的量 但是我覺得兩匙的量那個糖就是有點多 所以就會變得太甜 前幾天我就是想要做那個抹茶口味的 但是我覺得粉太細它就好像沒有辦法 打出像那種奶泡的感覺 所以就一直做失敗 我現在用的這一盒就是Benefit 然後它有這個 一邊是梅辣一邊是梅粉 我就會先用梅辣來塑形 然後再用梅粉來填補 梅尾好像有點淡 所以我打算要換一個眉粉來刷好了 Kate的眉粉來沾這個比較深色一點的顏色 畫在眉尾 我之前不是都會用那個藍眉膏來畫眉毛嗎 然後之後我看到有人說可以用睫毛膏 那我用的是這個innisfree的睫毛膏 就是想要畫出那種比較野生眉的感覺 用睫毛膏來畫我覺得蠻明顯的 它的持久力 應該更好 有結塊的話就可以用這個 眉筆另外一邊的這個刷頭 我來把它給梳開來 請你看一下它的那個毛流感還蠻明顯的 所以如果你的眉毛跟我一樣比較細軟的話 就可以用咖啡色的睫毛膏 來塑它 打個陰影 忘記了 我要用那個Huda Beauty 先用Secret這個顏色 最近都在戴口罩 所以對於眼妝方面就是沒有什麼要求 它有點偏帶粉的奶茶色 外面的小朋友在尖叫 超大聲的 還是狗啊 我蠻喜歡它這一盤的 就是它非常的好上色又顯色 而且也不容易飛粉 上面我想要疊加一些比較亮粉的顏色 選這一盤Charlotte Tilbury的 左下角的這個顏色呢 塗起來就是有一點粉棕色的感覺 用這個亮粉的時候我就會用這個噴霧 把我手上噴一點濕濕的 再來沾它上面的眼影 這樣子上上去的時候 它的亮粉會比較服貼一點 其實最近就是 都一直戴著口罩出門 所以就也 不會在化妝上面就是 太認真 真的都會很少塗睫毛膏 我頂多再畫個眼線這樣子 這樣子的亮粉應該很明顯 下眼瞼的部分我想要用比較淡一點的粉色 這樣子就會有一點微微亮亮的感覺 再來我會用這個Kiss Me的咖啡色眼線 然後我只會畫在這個眼尾處 拉一下眼尾而已 然後再畫一點點到內眼瞼裡 Kiss Me的這一支 眼線我也覺得還蠻好畫的 它是眼線液 它有一個那個眼線膠筆 我就覺得沒有這麼的好用 因為它沒有辦法塗內眼瞼的地方 內眼瞼我覺得還是Kiss Me的眼線膠筆最好畫 之前就有很多人問我 口罩妝容 但是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口罩妝容 我好像就只是在意我的底妝跟唇膏而已 這樣子眼影有點粉粉的 我想要畫一個 橘 珊瑚色的腮紅好了 我要用的是這個 已經買很久的 Chanel腮紅 那我就直接用它的腮紅刷 來上 然後 我想要跟你們分享一個腮紅 就是這個 3C的液態腮紅 畫上去之後 非常的服貼 很好推開 推開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有那種 絲絨露霧面感 我覺得沾一點點就很夠了 然後它也非常的好推勻 那我應該不想要再打亮了 我就直接修容好了 這一支Fenty Beauty的 Amber 我會用這種比較扁一點的 刷子 來把我剛剛的修容給暈開來 我原本之前都是用海綿 但我之後看到有人用刷子 我覺得這樣子好像 比較好一點 下巴的 雙下巴 所以 這裡要 努力的把它給 刷平 今天粉粉橘橘的妝容 用這支 YSL的唇釉 它的色號是 59號 然後 塗上去之後就可以看到它就是有一點鏡面的光澤感 那我妝容就差不多這樣子 非常簡單 現在看起來的膚況我覺得算是還蠻OK的 就希望晚一點的時候去吃晚飯 的時候就會開始有 有一點出油 然後就會有一點奶油雞的樣子 那我現在 我應該要來 弄一下我頭髮 有點懶得弄 我先去換衣服好了 換完衣服我再來決定我要不要用頭髮 這就是我的穿搭 身上的飾品就是有項鍊耳扣 跟手上的戒指這樣子 然後 今天的天氣有點冷 所以穿了一件這個 白色的針織外套 然後褲子是這一件 Style Nanda的褲子 這件真的超級長的 斑外 4點多 現在就想說來拍一下 拍一下東西好了 前陣子有收到這個 Pony的禮盒 我要謝謝他們 等一下 等一下啦 然後我剛剛試色了一下Pony的這個 唇膏 覺得還蠻水潤的 前幾天只有試過一色而已 其他的顏色還沒有試過 想說等過幾天再來試試看 現在已經5點半了 然後我來看一下妝感 我不想要站在燈下面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有點開始出油了 然後看一下紋路有沒有很明顯 但是我的細紋 好像一直都很明顯 法令紋這邊就是沒有什麼 乾紋的痕跡 目前看起來還蠻喜歡的 外面真的實在是太冷了 所以我在裡面換了一件衣服 再加一件這個蜂蜜 出門前 必備的就是口罩 溫暖了 出門 我們點鐘的可以嗎 可以啊 那坐飛機好不好 對 可以啊 脫一下口罩後的 的妝 這裡有一點那個口罩的壓痕 鼻子這邊應該是因為口罩的關係 所以有一點脫落 晚一點吃完飯的時候再來看 我們現在吃飽囉 然後應該是嘴唇有掉一點點 然後應該是嘴唇有掉一點點 鼻子這邊 有一點 應該是乾乾的感覺嗎 敷況目前看起來還行 其他的我等回家的時候 再來看 走一走 我們這樣子牽手 晚上九點四十二分 今天外出戴的口罩 然後粉都是在這邊 四個腳跟 鼻子這邊 這樣子的脫妝我覺得算是 OK的 今天就是完全都沒有補妝 看一下妝感 然後還有嘴唇 我吃完飯之後就沒有補了 好像有一點貌一點點小憤慈 這邊 然後我發現我鼻翼這邊 有一點小脫皮 整體看起來我覺得還挺不錯的 就是有一點出油後的妝感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然後也很自然 接下來就是夏天了 然後我要去上網 爬個紋 或者是問問朋友 這一罐在夏天的時候出油的狀況 跟 跟我底妝的服貼感是如何的 這樣 等一下我也要去卸妝 然後準備 睡覺了 因為我今天真的 肚子好痛 謝謝你們的收看 下一次見 掰掰